李琴琴1963年5月2日出生于北京中国大陆女演员 毕业于北京演艺学院 一个完全靠演配角走红的女艺人 作为演艺圈的金牌立业 李琴琴出导三月一年 虽然很少有但有主演的机会 但他塑造无数经典的角色深深印在无数人的脑海中 虽然李琴琴在事业上比较成功 但在生活上却是一位失败者 他三度因为爱情嫁给外国人却始终都无疾而终 他曾经说过嫁给中国人没有生活 更谈不上有幸福感 他认为中国男人在年轻的时候 意味着光顾着赚钱 没有时间陪伴妻子 和二人世界 而真正赚到钱了又不懂得怎么花钱 因此也很难给自己想要的幸福 所以他特别钟情外国的男人 但李琴琴刚出导不久就嫁给了一个日本人 而后来两人因感情不合 有兴趣分手 独自大傲自回国 他的第二段感情适合一个美国人 但爱情来得快去得也快 很快便和美国男人也离婚了 不久他便找到了一位帅气多金的美国年轻帅哥 但很快他发现这个帅哥其实是个花花公子 让他非常的失望 最后也以离婚告终 那几年他和老外结婚 所以生活都在国外 但是现在的他已经开始偏向于国内的演艺市场了 现在的他也还在接戏 但是致命度已经大不如从前 另外遗憾的是李琴琴目前一样单身 我们期待李琴琴能导入找到自己的幸福 也期待他在荧幕上有更加惊艳的表现